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都瘋了 你不要被人查 我不會罪假 拖著阿B 是否罪假 難的 走 現在我們在哪裏呢 就是在廣州的萬寧廣場 這裏我以前經常會上來買 一些家裏的擺設和模型的地方 以前淘寶不是那麼盛行 但我經常都偷偷偷偷偷偷偷上來 但自從淘寶成行後 我們差不多十年沒有來過這裏 趁現在有些時間上來走一走 這裏是小朋友的天地 十年前已經喜歡這些小朋友的天地 不是 其實有很多東西看的 去到最頂層的那裏是買一些大傢伙 木系日系的 到底層二三樓便開始賣模型 就像現在這些玩具 給小朋友玩而玩的地方 就是 但是上面不是 我們找個地方引進去 所以我們要先進去 但很明顯地這裏是裝修過的 但現在 它沒有了很多模型 如果在這裏 現在第二樓 以前連這些位置都是買模型 現在轉了 我們先上去最頂 第七吧 一帶一路品牌 我們去到第七樓 我們七樓下來了 因為上到最頂的那些 都不會是我們走的地方 會直播你 還是不會上去 你就上去看看 我去到六樓 因為六樓好問 但這裏因為賣年貨 所以這裏應該是 六樓年貨 但還未進入的那些 以前六樓已經有很多 譬如好像有這些 這是擺設類 即是花花草草 圓景 地毯、圓景 其實五樓也是 那別人叫兩層兩層 138 孤品秒殺 50市100 買回來做甚麼 扣著你 藝術這些東西 暫時我家裡 就未有位置去擺放 擺放這麼大的東西 你躺在街上 躺在床上 躺在我的床上 躺在門口也入不到 不過我提一提 這裏買東西 其實是可以批發 或者零售的 所以你看到東西 你想買的 你不介意 你可以直接問它 究竟單件買到多少錢 我是不介意的 我知道你不介意 我買了東西 對 因為 這裏零售多 哪裏有批發 有批發的 是嗎 走吧 其實當初 藝術的起色 都是那裏 在淘寶未盛行的時候 大部份人上去 都是拿貨 這些都是淘寶店 對 現在是 但以前不是 以前是專門上來 給別人拿貨用的 都是嘉品茶具 五樓 五樓 應該是 擺設 擺設 擺設為主 很漂亮 我很喜歡這種感覺的 傢伙 但你在香港家裡 很難可以擺放 這堆 有樓頭 你也少擺設 不會擺設 不是少擺設 你是不會擺設 擺設 擺設 你畫一下這些也少 可能這些 你會多一些 這些是花花草草 我不會這些擺設 是嗎 對 大部份 裡面是不准拍照 不是不准拍攝 所以 我們就偷拍 我只是想買這些 車仔放在家裏 做裝飾 你兒子玩 對 但這些是玩不到的 要是買 裡面整個 Iron Man 對面的Iron Man 對面的Iron Man 很棒 剛好有時候 可能在家裏 缺少一些擺設 我覺得 上來看一看是不錯 如果你們打算上來買 Figga 你們就自己 要衡量這裡買的東西 究竟是正貨還是什麼 搞笑 對 你們自己衡量 我不說了 大家自己衡量 但是我只能說 不是買 Figga 或者這些 小的家品擺設 或者一些電話的配件 或者好像剛才那樣 浴室的東西 是OK的 我想要這個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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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不要 你這個可以嗎 不要 這個 三八八 這些很漂亮 這些 你用這些 買大家的 真的不可以買那個 我覺得很漂亮 可以啊 你買大家的這些 房子就可以了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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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也很漂亮 這個也很漂亮 這個也很漂亮嗎 這個 這個 還是這個 這裡放阿B的彩虹 這裏 尤其是 如果你不介意 那樣東西 不是 正版授權的話 就 往往就好像 剛才有一些 畫 畫框 畫假的東西 出現 三百零元 人制大 我覺得 那些房源做得 挺有特色的 其實你打算 這裏 會相當之便宜 就 未必一定是 但是 你會覺得 這裏 價錢是合理 而且你會找到 你一 你一找到喜歡的 你會覺得是便宜的 以前 這裏 就是一間 對 餐廳 它裏面有個 對 真的 不得了 我想說 它那個 泰王海鮮炒飯 很好吃的 已經是十字的事了 對 是 就是 至少這裏四樓 你會覺得 這些東西 你買回來是有用的 剛才五六樓那些 你覺得買回去 你是不知道為甚麼 這些 十年余 一天都還在 也有市場 可能 它也有它的市場 其實要買個鐘 有些鐘都很有趣 但是 不是 我們家裏走不了這些路線 這些可愛的路線 對 我們家裏不是走不了可愛的路線 對 你看 這裏多舒服 那感覺 但你買這些回去沒用 你真的在家裏扮森林嗎 然後你看這裏多爽 這些是嗎 對 感覺很涼爽 不知道 不知道 為什麼不知道 不知道 我想要 你想要 學你剛才那句 先買一間大電影公司 哈哈 其實這些都漂亮 放回去自己組合 組合 組合好 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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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三樓之後 其實現在的眼睛 比以前少了很多畫面 知道原因嗎 為什麼 因為早幾年 中國自己做了一次打架的運動 萬鈴裡面有很多模型 你也知道 所以 撿了很多 所以 變相 全是買了一些電話 或者家 家庭的小精品 為主 就像這些 很喜歡走這些 而且 由於我不知道 是否因為 多淘寶 所以店舖也相對減少 很多 很多 一半 這些 反而 以前是沒有的 這些店舖以前沒有 不是 看那天流行些什麼 不知道 但是 反而有人說 這些紋 這些 可能 這些香氛 就永世都有 在這裡 但來到這裡 最麻煩的就是 媽媽和兒子 就會喪失你 才能買東西 我不管他們 我自己去逛逛 我自己去逛逛 我自己逛逛 由得他們兩個 就站在這裡 慢慢選擇他們的東西 我自己走 我自己想要的地方 因為這裡 通常 他們一走 就會喪失你 慢慢 選擇他們的東西 正好為止 我先進去二樓 二樓 通常都是 買一些 文具用品 生活用品 但多數 都會變成 充電線為主 現在是 二樓 現在大部分 都轉了這些 生活精品 多謝 中間 文具 那些為主 以前 事情是 前面 這一部分 全部 都是買 模型玩具 現在 就算有 都只剩一兩間 這樣 沒有了 我直接去樓下 一樓 看完 走完 一樓 反而一樓 地下 多了 很多不同種類的店 反而那些玩具 集中了 在一樓 這裡 這些很棒 可以買一樓 再買一樓 去玩也好 前面 就應該走光了 總括來說 這裡比以前 好走的很多是震 因為裝修過 空間 空間 寬敞 地方 光亮 英俊 甚至廁所 以前的廁所 真的不能去 反而 玩具 比以前 少了很多 可能 不適合我 這些東西 都可能比一些 再小一點 的人買 寶寶仔的玩具 較多 大家如果有時間 這裡是值得大家來的 特地過來走一走 因為上面 真的有很多東西 可能大家慢慢找 慢慢去看 慢慢選擇的時間 都可能找到一些很便宜 也很美的東西 這次的影片到這裡為止 多謝下一集再繼續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晗 李宗晗